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如這個圖所示 質量m的指點在固定且半徑為r 這半徑為r 它的半球形光滑往內做小角度的滑動 那麼它問這個指點的周期為何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類型型運動 我們看這個指點收了幾個例 所有的正向力 就這個圓 這個碗的正向力 還有重力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方向的 它跟周期有關的話 就是切線力 切線力的話 就是 只有切線力跟它什麼 跟它擺動的周期有關 我們知道這個切線力等於多少 這個方向 我就把兩個力分解在切線方向 這個正向力在法線方向 所以它沒有貢線 有貢線就是這個重力 重力分解在切線方向 這個力是冷高層 我們叫ft ft mg mg sin這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 加這個90 然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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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說 怎麼講呢 這個加這個90 然後的話 做水平線 這個加這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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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 會等於這個角 都是c大 你要仔細把它放大 放大的話 就說 這是c大 然後現在呢 做什麼呢 做垂線 因為這法線方向 這是切線方向 做mg 我現在再給它做垂線 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0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然後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0 所以這兩個角也是一樣 這是c大 所以這也是c大 這個角 跟這個角會一樣 所以它的那個切線力 是等於mg 撐一切34s10 這就是mg 撐一切 撐一切 4s10很小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是等於r是等於多少 3u就等於 Fisher 是等於 這個我們叫x x 就這一個值點 遠離這個平衡點的水平 水平距離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水平距離 就是mg,乘以路上,l分之x 但是我們曉得說,這個角度幾乎是零度,跟零度很小 所以這個切線力幾乎是在水平方向 所以這個約列是水平力 那這樣的話就什麼呢? 就是虎克定律 就是它的那個揮霧力的方向 跟r的方向相同 大小的話跟遠離的距離的長度 那這個就是坦逆常數 這個就是虎克定律 所以它的那個周期就是2π r乘以k分之m 那k的話就是這個 所以是2π m乘以多少 把這乘以這個導數 導數就是mg分之l 那m消掉 所以是2π 是2π 跟浪基督 這個